陆基和卡特库里谁更强 这组对决有点意思了 之前不说了吗 所有陆菲的大战者 加上凯多啊 最精彩的就是陆基和陆菲的大战 还有陆菲和卡特库里的大战 这基本上就是最精彩的陆菲的这个对决了 所以陆基跟卡特库里分别就是 在纯全权倒入这种感觉之中 陆菲可以说最精彩的两个对手 那这两个人到现在谁更强呢 我觉得得划上时间线吧 如果是两年前 那卡特库里是玩越陆基的 两年前陆基跟三岛陆菲打上那样 两年之后在蛋糕岛上 陆菲根本打不过卡特库里 但精力合作过一战 陆菲完全可以打不过卡特库里的 那两年后陆基也是实力肯定飙升的 不然他是不可能成为CP0 然后成为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物的 直接领军斯图亚 斯图亚应该是个老江湖的 所以陆基的上升潜力 可能一直是跟陆菲挂钩的 就陆菲在这边一直在打怪升级升级 CP0这边陆基其实也在一直 他本来也是个哥哥天才 那卡特库里的话 他年龄也到一定程度了 49岁比红发年龄都大 蛋糕岛之后 可能就少了点这个篇章的光环了 所以说潜力的层面 肯定是陆基要高于卡特库里的 那我在之前把陆基的定位 定在无限接近大将 从这个层面来说 有可能是陆基要更猛一点 但是卡特库里的这个人物光环又太猛 然后人家也是三四八起 健文斯也那么强 所以说陆基如果真是能跟卡特库里打 我可有可能精彩程度 比陆菲跟陆基打 或者是陆菲跟卡特库里打都要精彩 就一个是极致的这个建文斯 然后三三八起俱全 一个是极致的杀手 都是陆菲最精彩的对手 从潜力上我占陆基吧 但卡特库里也是个真爷们 只能从纸面和未来可能性 暂时选陆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